大家好,我是萍萍Prysal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份肉质肥美白嫩 而且味道丰富清香的人间美食 那就是清蒸鲈鱼 这是我买的野生冷冻鲈鱼 Frozen Sea Bass 在要烹煮的前一天 可以先从冷冻库拿下来解冻 如果突然临时起意 想要吃蒸鲈鱼来不及解冻的话 那就把整片鱼和包装 浸泡在冷水里面30到40分钟 也是一个方法 要挣出一份美味绝佳的鲈鱼 其实重点就是要买到质量好的鲈鱼 另外在辛香料方面 我只用了葱、姜、蒜和辣椒 在调味料方面 我只用了酱油 还有一点水 这也是所有好味道的来源 解冻后的鲈鱼 记得要先把水分擦干净 另外在切鲈鱼的时候 有一个小提醒 就是要把鲈鱼的大小和厚度 都切得差不多 所以它们的熟成时间 也可以是一样的 鱼和辛香料 统统准备好了 现在只要开大火 等水滚了就可以开始蒸鱼了 虽然是看鱼的分量有多少 但大概就是蒸8到10分钟左右 千万不要蒸过头了 记得鱼在最嫩的时候 才能够享受到最美妙的好滋味哦 这道清蒸鱼鱼已经成为我们全家大小最爱的一份佳肴 只要一上桌 在三五分钟之内就立刻光盘了 不仅如此 它超鲜甜的酱汁 也成了拌饭的好佐料 你不仅可以尝到酱香和鱼香 还有那辣椒带出来的一份迷人的风味 顿时间这美妙的鱼香酱汁 也附给了平淡无奇的白饭多层次的口感 在纯天然的辛香料 葱姜蒜的衬托侠 更显得这简单的蒸鱼鱼 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份最不简单的味道 它的鲜甜美味 如果你品尝了它一次 你就再也不会忘记 那令人魂牵梦绕的感觉了 我也相信 清蒸鱼鱼从此以后会变成你最爱的一道菜之一 希望你很快有机会能够试试做这道菜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我希望你帮我点赞留言 也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 祝福您 我们下回见